中國探測車竹容號 星期一在火星表面行駛滿一百日 累計路程超過一千米 當局發布一批新影像 張偉聰報道 國家航天局公布 由環繞器用高清相機拍攝的竹容號 行駛軌跡的一米解像度影像 接近頂部的是著陸平台位置 而近底部的就是竹容號位置 另一像加上代表導航點的綠色點 令軌跡更加清楚 亦都顯示了行駛里程 截至星期一 竹容號已經累計行駛了一千零六十四米 另一張是近期竹容號拍攝巡視區的全景圖 國家航天局說 竹容號狀態良好、能源充足 正向火星南部的古海陸交界地帶行駛 並且會繼續探測 以獲得更豐富的火星地貌、結構、氣象等訊息 那麼這些個科學探測數據 我們都已經面向全國的科學研究工作者開放申請 這是我們國家自主探測獲得的一手科學數據 我們期待著從這些數據的研究當中獲得一些原創性的科學發現 9月中下旬 地球和火星運行到太陽兩側 三者幾乎處於一條直線 火星探測器會進入日齡階段 期間受到太陽電磁輻射干擾影響 探測器和地球的通訊會中斷 環繞器和竹容號轉入安全模式 停止探測工作大約50天 日齡結束之後才恢復工作 而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成功紀念幣 星期一正式發行 一套有三個 包括兩個金幣和一個銀幣 是中國第七套以航天做題材的金銀紀念幣 有線電視記者張慧聰報道